国道3号发生走山惨剧之后 山坡地开发的安全问题也备受重视 不过今天台北市议员李庆元又强烈的质疑 市府包庇财团 在中山北路建坛捷运站的对面 一片占地700多坪的山坡保护地上 违法兴建豪宅 不过对于这样的质疑 北市府却说一切合法 双方还在现场就吵了起来 会吵得这么凶 实在是因为双方寄院很久 互相视对方是眼中钉 而这已经是台北市议员李庆元 第八次来会看这即将完工的豪宅 因为他质疑官商勾结 让政商关系良好的建商 在山坡地上面盖豪宅 到上面我到底原来都是山头 这边全部被他削掉 议员拿出了照片 指出了山坡地的地基 已经被铲平 严重的影响周边老房子的安全 往下挖三公尺 它原来是全断面开挖 全挖平的 因为当它全断面开挖 产的平台以后 所有盖的都做违法了 我可以讲到 我盖出房子很所规矩 就是摩半生 我敢讲摩半生 你们建管单位可以 如果不对 车销局合作可以 我们也要求它 对于各种的水保 就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当然建管处 也看它符合相关的规计 就正式合发了 它的这个建筑许可 虽然官员说一切都是合法的 议员仍然无法接受 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民事新闻和温瑶 曾益祥 台北报导